天哪,怎么这么多奥特曼被冰封起来了,这可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家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好了,外面有好多奥特曼被冰冻住了,快去救救他们,你们怎么也被冰冻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把你们变成这样的 小赛罗你快跑,有一个冰冻怪人突然袭击了光之国,把所有奥特曼都冰封起来了,那个冰冻怪还没走远,随时都会回来的,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跑得远远的,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不要啊,你们不要丢下我,我不想失去你们啊,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小赛罗,快别哭了,打起精神来,光之国的未来还要靠你守护啊 小赛罗,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快跟我走,现在只有黑暗奥特曼不会被攻击,我们现在都躲在贝利亚家里,他的黑暗能量可以保护我们 快走啊,别浪费时间了,等下冰冻怪回过头来,我们就完蛋了 小赛罗看着被冰封的爸爸妈妈,心中万分不舍,大家快把爱心能量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早点解开封印吧 爸爸妈妈,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救你们的,小迪家,我们走吧 你们终于多到齐了,在我这里非常安全,这个冰冻怪非常厉害,他偷偷潜入光之国,趁奥特曼们不注意,把大家都冰冻住了 他还在奥特之王的王宫里大肆破坏,连奥特之王也被他封印起来了,现在只有我的黑暗能量可以对抗的 贝利亚,我看你能保护他们到什么时候,想成能当光之国的英雄吗,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带在这里别出去,我再来抓你们 真是太嚣张了,光之国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我现在就召唤出我的分身,释放出我最强的黑暗能量,把他赶出光之国 只见贝利亚身上散发出源源不断的黑暗能量,慢慢扩散至整个光之国,奥特曼们身上的封印都解除了,他们还不知道是贝利亚救了他们 此时贝利亚却因为消耗了过多的黑暗能量而倒下了,没想到在光之国危难的时候,却是反派贝利亚拯救了光之国 小赛罗,你这是怎么了,你的光明能量怎么都消失了,你快醒一醒啊,妈妈不能没有你啊 小赛罗这是怎么了,是谁把他变成这样的,他的光明能量去哪里了,格利亚姐姐别难过了 我现在就把我的光明能量全部送给小赛罗,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 原来,今天早上小赛罗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发现黑暗炸鸡带着一群怪兽正在欺负小迪家 小迪家,本大爷今天看着你的汉堡车了,赶紧下车,不然我就连人带车全给你砸了 求求你,别砸我的车呀,我马上救下来,这是我爸爸,昨天刚给我买的 我自己才开了一次,求求你不要抢我的车好不好 黑暗炸鸡太过分了,竟然欺负我的好朋友 快把汉堡车还给小迪家,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哦呦呦,原来是小赛罗呀,看见我后面的怪兽打不对了吗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我今天就是要抢小迪家的车,你敢怎么样 可恶,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小赛罗可不是好惹的 不好,万兽太多了,他们的黑暗能量太强了,今天真的打不过他们,我的光明能量还被他们吸走了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没想到,就这点本事,回家多恋恋再来吧,大爷随时挡着你 兄弟们快撤,等一下要是赛罗过来了,可就不好对付了 赶紧把小迪家的汉堡车开回去,明天就开着汉堡车去买菜,可拉疯了 天空下起了大雨,可怜的小赛罗耗尽了自己的光明能量,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真是太可怜了 小赛罗,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早知道我就不要汉堡车了 这时,格力桥慌慌张张的找了过来 小赛罗,你这是怎么了,你快醒一醒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的光明能量怎么都消失了,是谁这么狠心啊,连小孩都欺负 格力桥阿姨是黑暗扎鸡抢走了我的汉堡车,小赛罗为了帮我才变成这样的 又是这个可恶的坏蛋,等赛罗哥哥打完怪兽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我们先把小赛罗带回家再想办法吧 就这样,格力桥抱着失去能量的小赛罗和小迪家一起慢慢往家的方向走去 小赛罗还能恢复成光明心态吗,怪兽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我们下期再见 臭怪兽,别追我了,我今天吃了臭豆腐,一点也不好吃 他们会把你臭晕的,你去抓别人吧 谁稀罕吃你的肉,我需要的是你的光明能量 只要让我集齐十个小奥特曼的能量,我就可以称霸光之国了 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八个小奥特曼,就差你和小小乔了,快别跑了 乖乖的完成本大爷的心愿吧 妈妈你在哪啊,快点来救我 后面有个恐怖的怪兽在追我 小小乔好害怕,我快跑不动了 跑不动,那就别跑了,我们老大就差你和小赛罗的能量了 老老实实让我抓到你吧 小小乔别怕,妈妈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 臭怪兽,我是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妈妈马上就来救你,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晚上不要跑出来玩,怪兽会在晚上出来抓小孩的 被怪兽抓走了,你就永远见不到妈妈了 你在这里藏好,千万别让怪兽发现了 妈妈马上去救小赛罗 好累啊,我快跑不动了 妈妈,你在哪啊,快来救救小赛罗呀 小赛罗,再坚持一下,妈妈已经离你很近了 很快就到,终于把你就出来了 真是太危险了,你们两个真是吓死妈妈了 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快跟姐姐一起藏在这里 千万别发出声音,妈妈要休息一下 刚才为了救你们,我已经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用完了 希望怪兽不会这么快发现我们吧 我追,我已经发现格力桥和小特曼躲藏的地方了 格力桥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现在他们是插翅也难逃了 你们两个丑八怪想干什么 趁我不在家就想欺负格力桥和我的宝贝儿子 门都没有,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奥特龙卷风的威力 赶紧滚回自己的星球,再敢欺负我的家人 我一定饶不了你们 快跑,赛罗怎突然回来了 听说他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 你第一家还要厉害,我们俩肯定打不过他呀 再不跑就要被大鞋八块了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有好多怪兽在追我们 不好了,三个五岁的小奥特曼正被一群怪兽追赶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就在刚才,赛罗和格力桥突然收到了奥特之王发来的信息 你们两个听好了,爸爸妈妈突然接到了紧急任务 有一批外星怪兽乘坐外星飞船,正往光之国赶来 奥特之王命令我们立刻前去拦截并消灭他们 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哪也不许去,没有爸爸妈妈的保护 要是被怪兽抓走了,你们就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妈妈,我好害怕,你要快点回来 我不想被怪兽抓走 妈妈,你放心吧,我和姐姐哪也不去 乖乖在家等你们回来 赛罗和格力桥放心地去执行任务了 这时,小泽塔跑了过来 小赛罗,小小乔,我爸爸说要带我去游乐园玩,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去游乐园玩了,我要去,我要去 可是妈妈说,外面很危险,万一出现怪兽把我们抓走怎么办啊 小赛罗,你胆子也太小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怪兽啊 快走吧,我爸爸已经开车来接我们了 你们挤得快上车,我们马上就出发去游乐园,今天让你们玩得痛快 泽塔叔叔,奥托之王不是发布了紧急任务吗 光之国,有怪兽入侵,所有奥托战士都要去消灭怪兽,你为什么没去啊 那个,我,我刚才在上厕所,所以没收到信息 你撒谎,你肯定是怪兽变的,我们快跑 小赛罗,你果然聪明,可是你发现的已经太晚了 所有奥托战士都去执行任务了,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 我要变出一堆分身,把你们包围起来,看你们往哪里跑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有好多怪兽在追我们 这下糟糕了,奥托战士都去打怪兽了,没人来救我们了 是啊,看来我们今天是跑不掉了 要是地球上的小伙伴把光之能量传送给我们就好了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飞了过来 小赛罗,小小乔,你们别怕,爸爸回来了 臭怪兽,敢欺负光之国的未来,把我把你们全部冰冻起来 爸爸,你太厉害了,我要给你一个大拇指 爸爸,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小赛罗不能失去你啊 妈妈还在家等着我们呢,小赛罗一定会找到办法解除你的封印的 爸爸,你别怕,小泽塔现在就背你回家 我们光之国有那么多厉害的奥特战士,肯定有人能够救你的 爸爸,你放心,小迪迦一定可以把你救回来的 你是光之国最强的奥特战士,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小迪迦一定要把爸爸救回来 小迪迦,小泽塔,怎么你们的爸爸也被冰冻封印了 是啊,小赛罗,今天早上奥特之王派他们几个一起去火星打怪兽 没想到那个怪兽竟然学会了黑暗冰封技能,不仅吸光了他们的光之能量,还把他们封印起来丢回了光之国 小赛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根本解除不了封印啊 是啊,要是地球上的小伙伴都把光传送给我们就好了,那样也许就能解开我们爸爸的冰冻封印了 这时,贝利亚突然出现了 你们这几个小屁还在干嘛呢 哦呦呦,赛罗,迪迦,泽塔都被封印起来了,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我的几个死对头都变得这么惨,我真是太开心了 以后光之国就没有人是我对手了,我以后就是光之国最强的奥特曼 贝老黑,你想干嘛,是不是想落井下石陷害我们 贝老黑,你休想,我们就算跟你拼命,也不会让你伤害我们的爸爸 对,我们不会让你的阴谋夺成的 瞎说什么,我堂堂黑暗皇帝怎么会做这种不入流的事 虽然我坏事做尽,但也不至于趁人之危,我只是路过,来看个热闹 看来贝利亚也没什么厉害的,还说自己是黑暗皇帝 有本事你把我们爸爸的封印解除了,我都承认你是黑暗皇帝 竟然敢看不起我,我现在就解除他们的封印,让你看看我的黑暗能量有多强大 小赛罗用激将法引诱贝利亚给爸爸解除封印,经过贝利亚的一段输出 终于把赛罗他们都恢复成了光明形态,可是自己却因为消耗了太多的能量而变成了奇怪的样子 你们这几个小屁孩,现在知道我黑暗皇帝的能量有多强了吧,现在知道我没有吹牛了吧 贝利亚,谢谢你救了我们,感谢你的无私付出,我们也会帮助你的 我现在就带你去奥特之王的宫殿,他肯定能恢复你的能量的 小赛罗不好了,贝利亚把你的跑车砸坏了,你快看我拍的视频 这是谁的跑车,竟敢挡住本大爷的路,我要把你砸得稀巴烂 敢跟本大爷作对,就没有好下场 这个黑梅球真是太坏了,竟敢砸坏,我爸爸送给我的凤凰跑车 看我怎么收拾他,小伙伴们,想不想看被老黑倒霉的样子 想看的话就交出你们的光之能量,我马上让他倒霉 小奥特曼们在贝利亚门前放了一个大汉堡,还在汉堡里面塞了一个炸弹 然后悄悄地躲在草丛里等贝利亚上钩 这是谁的汉堡,放在我家门口干什么,我要把你的汉堡砸得稀巴烂 突然贝利亚触动了炸弹的机关,汉堡爆炸了,贝利亚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这是哪个缺德的在汉堡里放炸弹啊,我的屁股都被炸成都腐化了 真的好痛啊,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我要把你的屁股炸成喇叭花 当然,是我这个无敌帅气,聪明又拉松的小赛罗干的 大家要是觉得我炸得好,炸得妙就把贝利亚最害怕的狗头送给他 原来是你们这几个小屁孩,竟敢欺负我黑暗皇帝贝利亚 我今天饶不了你们,我要跟你们决斗,你们几个小屁孩就一起上马 省得别人说我欺负小孩 没搞错吧,这几个小屁孩怎么这么厉害,连小孩都打不过呀,真是太丢人了 贝老黑,你现在的样子很帅哦,我要给你拍个照,把你的丑样子发到怪兽群里去 让怪兽们都嘲笑你 小赛罗,不要啊,千万不要发到怪兽群啊,你让我的脸往哪放啊 我以后还怎么当怪兽的老大呀,求求你了,千万别发呀 兄弟们快来看啊,贝老大被小奥特曼们揍得鼻青脸肿的,真是太搞笑了 没想到贝老大也有这么惨的时候 你们快看,这个奥特曼雕像好奇怪啊,和小赛罗的爸爸长得好像啊 是啊是啊,赶紧拍个照片发给我爸爸看看 小伙伴们,你们在看什么呢 小赛罗,你快看,这里有个奇怪的奥特曼雕像,长得好像你的爸爸啊,你爸爸不会真的被石化了吧 怎么可能,奥特之王说我爸爸去火星打怪兽了,他消灭完怪兽就会回来陪我的 可是,我看到这个雕像,莫名的心里就很难过,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围绕着我 希望我爸爸能平安无事,顺顺利利地打败怪兽吧 妈妈,爸爸去打怪兽怎么还不回来啊,我想爸爸了 我今天看见一个雕像,和爸爸长得很像,我担心爸爸会出事啊 别胡思乱想了,你爸爸那么厉害,肯定能打败怪兽安全回家的 快睡觉吧,等你睡醒了,爸爸就回来了 小赛罗怀着难过的心情睡着了 在梦里,小赛罗又来到了雕像这里 爸爸,这个雕像真的是你吗 这时,赛罗的奥特之魂走了过来 小赛罗,你没看错,这个被石化的雕像就是爸爸变的 我去火星打怪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级怪兽,战斗力爆表 很多奥特兄弟都牺牲了,我耗尽了所有的光之力量,终于把他打败了 可是我自己也被石化成了雕像,所以只能在梦里与你对话 爸爸,我不能失去你啊,我现在就用我的光之能量复活你 没用的,你的光之力量太渺小了,你要努力学习奥特技能,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复活爸爸了 这时,小赛罗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他迫不及待地跑到了爸爸的雕像面前 爸爸,我好想你啊,你有没有想小赛罗呀,虽然我现在的光之力量很弱小,复活不了你 但是,我一定会刻苦锻炼奥特技能的,等我长大了,我就能复活你了 爸爸,你一定要等着我,小赛罗一定会很乖的 小赛罗昨天还学了一首新歌,我现在就唱给爸爸听 是你,当我为兄弟无功,救我惊艳,望着前路 盯着我,跌到,不应放弃 无法解释着,可抱着青恩,爱宽大事无恨 赛罗,你快把我变大呀,我不想当小孩了 发生了什么事,贝利亚怎么变成了小孩,这也太搞笑了 原来,今天早上,被小黑拿着新买的棒棒糖,准备去找小赛罗他们一起玩 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个大汉堡 哇哦,这个汉堡好大呀,够我吃一个月了 于是,他趁着没人发现,悄悄把汉堡搬回了家 大汉堡,我现在还不饿,你在家乖乖等着我 等我完好了,再回来把你吃掉 于是,被小黑又跑出去,找小奥特曼完了 这时贝利亚工作完回家了 好大的汉堡啊,肯定是杰登那小子给我买的 真是太孝顺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贝利亚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忽然,一阵烟雾闪过,贝利亚变小了 原来这是一个能把人变小的汉堡 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变成小孩了 是谁干的,快给我出来 贝利亚想尝试发动技能让自己变回去 却发现自己的黑暗能量也全部消失了 他只好出门去寻找别人的帮助 奥特老王,你快别跳舞了,我是贝利亚呀 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变回正常形态呀 贝小黑,你搞什么乱,一边玩去 奥特老王把贝利亚当成了贝小黑 以为他是来捣乱的,没办法 他只好继续寻找别人的帮忙 子达,你先别干活了,我是贝利亚呀 我吃了有魔法的汉堡,变成小孩了 你快帮帮我 哈哈哈哈,贝利亚你怎么变得这么小了 好搞笑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除这个魔法呀 你再去找找别人吧 看来奥特曼都不知道怎么解除汉堡的魔法 贝利亚有些失落,一个人坐在路边难过 这时赛罗骑着摩托车过来 贝小黑,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你看见一个大汉堡了吗 那是我最新研制的缩小汉堡,不小心被我弄丢了 如果谁吃了那个汉堡,就会把自己缩小十倍 臭赛罗,原来是你发明的缩小汉堡 害我变成小孩了,快把我变回去 原来你是贝利亚啊,我还以为是被小黑呢 赛罗,你快把我变大呀 我不想当小孩了 你放心,我马上就把你变回来 这是一个变大汉堡 只要你吃了,马上就能恢复原样了 贝利亚吃了变大汉堡 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赛罗师傅快被钓鱼了 小赛罗不见了 我刚才去接他放学的时候 同学们都说没看到他 这可怎么办 没事没事 我的儿子我还不清楚嘛 他比我还聪明,不会有事的 来来来,风马,泰塔斯,我们继续钓鱼 小赛罗到底去哪了 想知道的,赶快交出你的爱心能量 我马上带你去看看 原来,今天小赛罗放学的时候 经过一个路口 发现黑暗渣鸡带着怪兽们正在欺负小迪加 小迪加,快把你的奥德勋章交出来 不然我就把你扔进海里喂鲨鱼 听见了没有,快交出来 不然我就揍得你妈妈都不认识你 可恶的怪兽 竟敢欺负我的好朋友 我要把你们全部动成冰棍 小迪加快跑 我这技能只能维持一分钟 等下他们恢复了就麻烦了 终于到家了 这一下终于安全了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小赛罗 你不是喜欢介义勇为吗 不是喜欢帮助别人吗 今天没人帮助你了吧 昨天还敢把我们动成冰棍 今天看你还往哪里跑 你们不怕我再把你们变成冰棍吗 这一片区域已经被我的黑暗能量封印了 你的冰棍技能已经毫无用处了 兄弟们,快丢我揍他 你们太天真了 以为我就没有别的技能吗 臭怪兽 我要把你变成小马 把你变成奶牛 把你变成小恐龙 全部给我变成小动物吧 我再给你们拍个照 把你们的丑样子都发到网上去 让大家都看看你们变成小动物的丑样子 老大 快跑吧 小赛罗太厉害了 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可恶 小赛罗的技能怎么这么厉害 还要把我的丑照发到网上去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不要给小赛罗送鲜话 不要给他光 小赛罗比我们怪兽还坏啊 你们快看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坦克玩具车 我真的太喜欢了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儿童节礼物 粉色小跑车 真是太可爱了 我爸爸给我买的礼物是汉堡车 真是帅呆了 小赛罗 你爸爸给你买了什么礼物 快让我们看看 我 我没有礼物 小赛罗你好惨啊 没想到你爸爸是个小气鬼 六一节连个礼物都不舍得给你买 你爸爸是不是穷得连的礼物都买不起了 真是太抠门了 你爸爸这么小气 你以后肯定也是个小气鬼 你快走吧 我们才不要跟小气鬼一起玩 小赛罗很伤心 他也想要一个帅气的礼物 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一下 可是爸爸去打怪兽还没回来 所以没有人给他买礼物 小赛罗别难过了 我把我的光明能量都送给你 希望你能开心一点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别的小朋友都收到了儿童节礼物 可是我什么礼物都没有 他们都嘲笑我 说我爸爸是小气鬼 气死我了 小赛罗别难过了 爸爸打完怪兽回来就给你买 等他回来 儿童节都过完了 我不要爸爸的礼物了 小赛罗很失落 一个人蹲在路边伤心的哭泣 他受不了小伙伴们那种鄙视的眼神 他觉得小伙伴以后会看不起他 臭爸爸 不给我买礼物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小朋友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 天快黑了 怎么还不回家 万一被坏人抓走了怎么办 你爸爸会担心的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爸爸在外星球打怪兽 还没回来 我自己会回家的 阿姨 谢谢你 再见 小赛罗在外人面前故作坚强 可内心还是很脆弱 他开始想念爸爸了 多希望爸爸马上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赛罗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啊 被怪兽抓走了怎么办 你快看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儿童节礼物 凤凰跑车 哇 这也太帅了 这是我收到的最帅的儿童节礼物 谢谢爸爸 小赛罗高兴的蹦蹦跳跳 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小伙伴们 如果你爸爸工作忙 忘记给你买玩具了 你会生他的气吗 小赛罗 爸爸妈妈打完怪兽回家了 没想到今天的怪兽这么厉害 我和你妈妈连手都打不过他 还被他给黑化了 我才不信 我的爸爸妈妈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 怎么可能被怪兽打败 你们两个黑黑的家伙 连一点光都没有 丑死了 肯定是怪兽变的 看看你们后面 怪兽的尾巴都露出来了 我们奥特曼怎么可能会长出怪兽的尾巴 还想骗我 我才没有那么笨 你这个怪兽赛罗赶紧滚住我家 看见你就恶心 还有你这个怪兽格力桥 也给我滚出去 再敢来骗我 我就通知奥特之王 让光之国的奥特战士来把你们统统消灭了 赛罗和格力桥很难过 没想到小赛罗根本不相信他们 还把他们当成了怪兽 下这么大的雨 却有家不能回 大家快给他们传送点光之能量 让他们快点变回光明形态吧 赛罗哥哥 我好累啊 我们现在要去哪啊 我们先找个地方躲雨吧 等我们慢慢收集到足够的光 恢复光明之后 小赛罗肯定会让我们回家的 好吧 看来也只能先这样了 赛罗师傅 格力桥姐姐 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 下雨天 怎么还在外面淋雨呢 这样很容易生病的 泽塔你别管我们了 我们现在失去了光 还长出了怪兽的尾巴 已经没有人喜欢我们了 是啊 连小赛罗都讨厌我们 还把我们赶出了家 我们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泽塔 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小赛罗 我和格力桥要去寻找光之能量解除黑暗形态 如果有一天我们恢复了光明 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保护地球的 拜托了 赛罗师傅 格力桥姐姐 你们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到光之能量恢复光明的 我现在就把你们光明时期的战斗视频发出来 让大家看看你们的光明形态有多帅 这个赛罗奥特曼好丑啊 快走开 别躺在我家门口 我不喜欢你 赶紧离开我家 这个赛罗也好丑啊 还长了个奇怪的尾巴 肯定是被怪兽打败了吧 真没用 赶快走 我可不想被你传染了 怎么还有一个长着尾巴的赛罗 在这里等什么呢 等我给你光了 别做梦了 快给我走远点 没想到这次碰到的怪兽这么厉害 我好不容易打败了他 可是自己也身负重伤 还分裂成了好几个形态 我们现在很虚弱 身上的光也都消失了 还感染了怪兽的病毒 长出了难看的尾巴 现在大家都讨厌我们 我还是带着我的分身先躲起来吧 可是下这么大的雨 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你们快看 这里有好几个奇怪的赛罗奥特曼 每一个都长着怪兽的尾巴 他们肯定是怪兽变的 快离开这里 你们这几个可恶的怪兽 又想来地球搞破坏 赶紧离开地球 你们听我说 我真的是赛罗奥特曼啊 我中了怪兽的黑暗病毒 所以才长出了怪兽的尾巴 我现在没有能量了 所以才变得这么难看 怪兽的病毒太厉害了 把我给黑化了 等我们慢慢收集到足够的光 肯定会恢复成光明形态的 恢复光明之后 我们还会继续保护你们的 原来你们真的是赛罗奥特曼 差点错怪你们了 小伙伴们 我们快把光传递给赛罗 帮助他恢复光明形态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赛罗哥哥和他的分身 终于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谢谢你们把光传递给我们 我和我的分身 又恢复成了光明形态 我现在感觉全身又充满了力量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保护地球的 小赛罗你快看 楼上那个人长得好奇怪啊 他的头上居然长了一个摄像头 是啊 真是太奇怪了 而且他还要把贝利亚扔下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个黑眉球 不仅人长得丑 唱歌也这么难听 快给我下去好好反省一下 救命啊 我的妈呀 摔得我都感觉不到屁股的存在了 痛死本大爷了 贝利亚 你这是怎么了 那个摄像人 为什么要把你扔下来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冒出来的 突然抓住我就要我唱歌给他听 我这光之波 低歌声的歌声 他居然说难听 真是不讲道理呀 你这个黑眉球 本大爷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次要是再唱的跟鬼叫一样 我就把你抓回我们的星球做奴隶 还有你们这两个小屁孩 你一人唱一首 要是唱得难听 就统统抓回我们星球做奴隶 收像人大哥 你想听我们唱什么歌呢 听说你们星球上 最近有一首恐龙扛狼很好听 你们每个人都唱一遍 黑眉球你先来 这首歌我最擅长了 拿出你们的爪子 准备鼓掌吧 太难听了 唱的什么玩意 我要给你的零分 下一位 下一位 小赛罗 你太棒了 我要给你打一百分 不错不错 唱的比黑眉球好听多了 下一位 下一位 我没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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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哟 不得哟 小笛家好棒 唱的真好听 我要把鲜花都送给你 唱的真不错 我很满意 你们两个小屁孩 现在已经安全了 至于你这个黑眉球嘛 摄像人大哥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不想当奴隶呀 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和三百头猪 等着我养呢 我要是走了 他们就要饿死了 既然这样 那就换个惩罚吧 你们两个小屁孩 把他做一顿 我就不抓他去当奴隶呢 我们可不敢揍他呀 他是大坏蛋 是光之国最坏的人 我们可打不过他 求求你们快揍我吧 我谢谢你们了 我肯定不会报复你们的 快点揍我呀 这种要求真是闻所未闻啊 我们只能满足你了 好爽啊 真是揍得我好爽啊 是不是没吃饭啊 再用力量 小赛罗 别玩了 爸爸的摩托车不见了 是不是你偷偷骑走了 这可是我从你迪家叔叔那里进来的 要是弄坏了就不好了 爸爸 我没有骑你的摩托车呀 你可别冤枉我呀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 还看见你的摩托车停在门口呢 那真是邪门了 是谁把我的摩托车骑走了 肯定是泽塔干的 我去问问他 泽塔你刚才去我家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把我的摩托车骑走了 那是迪家刚买的摩托车 我好不容易才借来的 赶快还给我 天大的冤枉啊 赛罗师傅 我泽塔一辈子坦坦荡荡 怎么会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骑你的摩托车 我吃完饭出来的时候 还看见摩托车停在门口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杰德干的 我走的时候 杰德还没走呢 肯定是杰德把摩托车骑走了 他老爸是大坏蛋 他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恶的家伙 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去 杰德 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摩托车 我好心请你吃饭 你却把我的摩托车偷走 真是太过分了 快把摩托车还给我 赛罗 你消消火 我们是好兄弟啊 我怎么会偷你的摩托车呢 你看 我自己车铺里有一大堆摩托车呢 我有必要去偷你的摩托车吗 对不起 看来我真的冤枉你了 那到底是谁把我的摩托车骑走了 真是头大 我怎么跟迪迦交代啊 就在这时 被小黑跑了过来 赛罗叔叔不好了 我老爸把你的摩托车掏走了 原来 贝利亚发现赛罗请大家吃饭 却唯独没有请自己去 他很生气 就悄悄地把赛罗 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骑走了 贝小黑 你看老爸新买的摩托车帅不帅 好帅 好帅啊 看老爸给你表演一个急速飙车 贝利亚想炫一下车技 却一下没控制住 直接把摩托车撞报废了 老爸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反正是臭赛罗的摩托车 撞坏了我也不心疼 可恶的贝老黑 竟然把我的摩托车撞报废了 贝小黑 你老爸在哪里 我现在就去收拾他 我老爸正在河边钓鱼呢 好你个贝老黑 把我的摩托车撞报废了 还有亚兴在这里钓鱼 看我今天不把你的屁股 快三百六万 赛罗大兄弟 快别提我了 我赔你一辆还不行吗 我的屁股真的好疼啊 那可是限量版的摩托车 全世界只有一辆 你拿什么牌 看来只能把你变成摩托车 赔给迪迦了 你以后就给迪迦当摩托车吧 赛罗大哥 我错了 我家里还有三百头猪 等着我喂呢 你放我回家喂猪吧 赛罗师傅不好了 小赛罗要去挑战贝利亚 跟他比赛看谁的宠物跑得快 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贝利亚可是大坏蛋啊 万一把小赛罗抓走了 可怎么办 没事没事 小赛罗那么聪明 肯定能保护好自己的 我要带着格力桥去兜风了 你快回家吧 小赛罗 你个破狮子行不行啊 慢得跟猪一样 还没我的山猫跑得快呢 是不是太胖跑不动啊 快让他减减肥吧 今天的冠军肯定是我的 小赛罗快加速啊 使出你吃奶的力气追上他 我们可不能输给被老黑啊 不然小迪迦他们就要笑话我了 我们快加速超过他 发生了什么事 小赛罗的破狮子 怎么突然跑我前来了 真是可恶 你这只臭猫快跑起来追上去啊 太棒了 今天的冠军是我的 被老黑的山猫太垃圾了 太可恶了 你这只破狮子竟然敢跑到我前面 看我不揍扁你 被老黑 你为什么要打伤我的狮子 它可是我爸爸刚给我买的宠物 这只破狮子就是该打 我堂堂黑暗皇帝 怎么可以输给一头破狮子 以后我的脸还往哪里放 本大爷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你敢拿我怎么样 你也就去垃圾桶里待着去 被老黑你等着 我这就给我爸爸打电话 让他来收拾你 臭赛罗 不是说带我出来兜风吗 怎么开得这么慢 蜗牛都要超过你了 这么热的天 我都要晒冒烟了 瞧妹妹 我也没想到这天气这么热 一下子就把我的能量消耗完了 我现在真的没有力气加速了 你要是嫌我慢就自己走路回家吧 臭赛罗 你别太过分 这么热的天 你竟然要我自己走路回家 晚上不想吃饭了吧 小赛罗给我打电话了 肯定是出事了 妈妈不好了 贝利亚比赛输了 竟然打伤了我的狮子 还把我扔进垃圾桶里 你们快来帮帮我 太过分了 这个被老黑看来是屁股痒了 需要我去揍一顿 格力桥快上车 我现在就去把他屁股揍开花 敢欺负小赛罗 你就等着挨揍吧 被老黑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 你是不是活腻了 赛罗大兄弟 对不起啊 我一时没忍住误伤的小赛罗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格力桥 你不是嫌我开得慢吗 我们今天就惩罚贝利亚 骑着他去兜风 被老黑 今天就看你表现了 要是格力桥不满意 我就把你变成猪 送给小赛罗当宠物 赛罗大哥 你们两口子夹起来都几千斤了 我都快被你们压成大饼了 你看看 我的屁股都开得冒烟了 爸爸妈妈怎么变成僵尸了 你们别进来啊 小赛罗好害怕 小赛罗不要靠近门口 那里很危险 爸爸妈妈已经被黑化变成僵尸了 我们要是被咬了 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的 小赛罗快跑 他们就要冲进来了 我们快躲到家里去 不好了 光之波的奥特战士 都被神秘病毒感染 变成了僵尸 只要被他们咬一口 就会失去光明能量 变成黑暗僵尸奥特曼 小赛罗和小小乔的处境非常危险 大家快给他们姐弟俩 传输点爱心能量 希望他们能快点逃出去吧 小赛罗别傻站着了 快跑啊 再不跑就要被咬了 姐姐快救我 我吓得腿都软了 走不动啊 危急关头 小小乔急忙跑过来 一把扛起小赛罗 别怕 姐姐会保护你的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小小乔扛着小赛罗 从侧门跑了出去 姐姐 我好害怕呀 你要扛着我去哪里呀 去找贝利亚叔叔帮忙 他是光之国最厉害的黑暗奥特曼 一定有办法救回爸爸妈妈的 可他是大坏蛋啊 天天想着抓我们 他肯定不会帮我们的 可是现在也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只能找贝利亚试试了 贝利亚叔叔 你怎么还有心情洗澡啊 光之国的奥特曼都感染病毒 变成黑暗僵尸了 你快想办法救救他们 关我什么事 奥特曼全部消失才好了 到时候我就是光之国的老大了 今天本大爷心情好 我想抓你们 你们两个小屁还赶紧走吧 不要影响我洗澡 贝利亚叔叔 你以为这样你就安全了吗 那些感染僵尸病毒的黑暗奥特曼 肯定也会把你的黑暗军团 全部感染成僵尸的 到时候 你也会被感染变成僵尸的 我们光之国就全部完蛋了 你想眼睁睁看着光之国毁灭吗 小小乔说的对 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 让光之国毁灭 我们要齐心协力 消灭僵尸病毒 快带我去救他们 没想到这个僵尸病毒这么厉害 看来我得召唤出我的分身出来帮助我 才能消灭他们 就这样 贝利亚和自己的分身 一起组成了一个光阵 把奥特曼围在中间 用自己强大的黑暗能量 把奥特曼身上的僵尸病毒都消灭了 奥特曼们也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贝利亚叔叔好厉害 我要给你两个大拇指 贝利亚叔叔拯救了光之国 我要把鲜花都送给你 贝老黑照得真好看 我要给你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让小伙伴们都看看你帅气的舞姿 老爸不好了 你快别跳了 你跳舞的视频都被人发到网上去了 大家都说你抱着一头猪在跳舞 你快看看吧 可恶 我什么时候抱着猪跳舞了 这头猪是哪来的 是谁在陷害我 快给我出来 当然是我无敌帅气 又铺鸣的小赛罗干的 贝老黑 你抱着野猪跳舞很帅哦 小伙伴们要是觉得好看 就给贝老黑三个狗头鼓励他一下 贝利亚气得再也不想跳舞了 直接跑去吃饭 太好吃了 还是吃东西最过瘾啊 要是再来点臭豆腐就更好了 贝老黑吃东西的样子好帅啊 我要给你拍下来 拉到网上去 让大家一起欣赏欣赏 老大不好了 视频都被人发到网上去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吃饭的样子很帅啊 帅个毛钱啊 你快自己看看吧 大家都在笑话你啊 说你强野猪的东西吃 真是不要脸 可恶 这些野猪是哪里来的 我边上哪有野猪啊 到底是谁干的 真是气死我了 当然是我无敌帅气 又聪明的小赛罗干的 那些野猪都是我屁上去的 这样才能衬托出你的帅气吗 大家要是觉得我屁的好 记得给我三朵鲜花哦 贝利亚被气得什么也吃不下 只好去做俯卧称 萧萧虎 老大好厉害 老大好睡啊 老大做俯卧称的样子 太酷辣 看到了吧 光之国做俯卧称最帅的只有我贝利亚 赛罗 狄家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赶紧把本大爷的帅气视频 发到网上去 让小伙伴们都看看我 超级无敌帅的样子 贝老黑 你想的美 我也给你拍点视频 发到网上去 让你好好活一把 老大不好了 出大事了 有人把你做俯卧称的视频 发到网上去了 太好了 大家是不是都说我很帅 是不是比赛罗帅多了 不是啊 大家都在嘲笑你 说你背着一头猪 再做俯卧称 都快笑泼肚皮了 你快自己看看吧 我的天 我的背上真的有一头猪啊 真是太过分了 是谁干的 快给我出来 我要把你揍得连猪都不认识你 当然 又是我无敌帅气又聪明的小赛罗干的 贝老黑 你背着野猪做俯卧称的样子好帅哦 大家要是觉得好看 记得给我一个大拇指哦 小赛罗 你这个坑货 怎么一直阴魂不散啊 我求求你别再拍我了 我这英俊潇洒的形象都被你毁了 我真是太惨了呀 你们不准被给小赛罗大拇指 他比我们怪兽军团还坏呀 我的天呐 你们快看 这里有好多奥特曼雕像啊 泽塔 赛罗 格力桥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是失去能量才变成这样的吗 真是好可怜啊 就是一被破石像而已 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 就你这个傻瓜还傻傻的相信光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我要把这些石像全砸了 不能让他们再骗人了 对对对 全砸了 奥特曼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才不相信光呢 相信光的人都是傻瓜 快住手 我不许你们欺负奥特曼 你快给我走开 奥特曼是保护地球的英雄 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没想到你真是傻得无可救药 我们快走 不要跟这个傻子玩 对 他真是个大笨蛋 竟然还相信地球上有奥特曼 真是笑死人了 赛罗哥哥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他们都不相信我 不相信地球上有奥特曼 难道我真的说错了吗 就在这时 赛罗的奥特之魂 从雕像里走了出来 小朋友 你没说错 奥特曼是真实存在的 只有相信光的人才能看到奥特曼 赛罗哥哥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那你们为什么会变成雕像 三年前 有一群外星怪兽突然进攻地球 奥特之王命令我们前去消灭他们 可是外星怪兽的黑暗能量太厉害了 我们拼尽全力 好不容易才打败了他们 可是我们的光智能量也耗尽了 所有奥特战士都变成了石像 现在只能等和你一样 相信光的人给我们传输光智能量 我们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赛罗哥哥 我相信光 我现在就把光传输给你 这样你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不行 你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根本复活不了我们 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 就去天上的王宫里找奥特之王试试 他也许会有办法复活我们 我现在就把最后一点奥特能量传送给你 他可以提升你的速度 让你可以快点到达 好的 我现在就出发 赛罗哥哥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我一定会找到奥特之王的 就这样 这个相信光的小朋友 用闪电的速度飞奔了七七四十八分钟 终于来到了奥特之王的宫殿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奥特之王的王宫了 奥特之王爷爷 赛罗哥哥和奥特战士都失去了能量变成了石像 你快去救救他们啊 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们失去能量之后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们 没想到都变成了石像 我现在就带你飞过去复活他们 奥特之王释放出自己强大的奥特能量 无端的往奥特战士体内灌输光之能量 终于把赛罗他们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太好了 我终于又恢复了光明形态 小朋友 谢谢你 正是因为你一直相信光才让我看见了你 谢谢你拯救了所有的奥特战士 只要你们一直相信光 我们就会一直保护地球的 赛罗哥哥你放心 我会一直相信光的 我还要把你们的战斗视频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 让更多的人相信光 我会一直保护地球 小赛罗不好了 你快别洗澡了 我老爸天天在家里唱歌 真是难听死了 别人唱歌要钱 我老爸唱歌真是要命啊 你快想想办法 让我老爸别唱歌了 没事没事 反正又不是我老爸 我又听不见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赛罗 你最聪明了 你就帮帮我吧 费小黑 你干什么 快放我下来 我还没洗完澡呢 小赛罗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就帮帮我吧 我老爸唱歌 我真的受不了了 别人唱歌是享受 他唱歌就是噪音啊 兄弟们 为老大演唱会又开始了 请大家欣赏我美妙的歌声 谁要是敢说不好听 我就把他的屁股揍成牛屁股 老爸你唱的啥玩意啊 真是太难听了 我要给你打零分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我要给你录下来 发到网上去 让大家都嘲笑你 贝老大 不好了 有人把你的唱歌是贫发到网上去了 大家都说你的歌太难听了 唱得跟母柱焦一样 有不 我们老大这么美妙的歌声 竟然敢有人说难听 真是不懂心上 到底是谁发出去的 快给我出来 我要做的你爷爷都不认识你 当然 是我光之国 最帅最拉风的小赛罗干的 觉得贝老黑难听的 就送他三个狗头 贝利亚被气得再也不敢唱歌了 无聊的他 只好去猪圈里 给自己养的小猪洗澡 堂堂黑暗皇帝 竟然在猪圈里给猪洗澡 真是笑死人了 我要赶紧给他录下来 发到怪兽群里去 让他的小弟们都笑话他 贝老大 不好了 有人把你给住洗澡的视频 发到怪兽群里去了 现在兄弟们都在笑话你呢 兄弟们快来看啊 贝利亚老大居然在给猪洗澡 真是太搞笑了 他长得乌漆吗黑蛋 我还以为他是一头黑猪呢 太过分了 到底是谁干的 把我的脸都丢光了 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 真是气死我了 当然 是我宇宙超级无敌帅的小赛罗干的 大家要是觉得我干的好 就把鲜花都送给我吧 小赛罗 你这个小坑货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比我们怪兽还坏呀 你们不准给他送鲜花 不然我就去你家把你屁股揍开花 赛兔子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坐在马桶上 小赛罗和小小乔到现在也没回家 你也不知道去找一下 这几个调皮的家伙 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真是气死我了 妈妈救命啊 有一个可怕的怪兽 一直在追我 我好害怕 我马上就要跑不动了 快来救救我呀 小赛罗 别浪费力气了 谁让你晚上跑出来玩的 本大爷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乖乖的给本大爷当晚餐吧 小赛罗 你坚持住 爸爸前几天 不是送了你一个神光剑防身的吗 爸爸在剑里面注入了光明能量 你快拿出来对付他 太棒了 这把神光剑果然很厉害 怪兽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可是我感觉神光剑的能量 正在慢慢消失 可能抵挡不了多久了 爸爸你抓紧时间过来啊 小赛罗 别怕 爸爸已经到了 臭怪兽 让你尝尝变成冰块的滋味 赶来光之国搞破坏 我可不答应 还好我及时赶到 终于控制住了这个怪兽 不然就危险了 爸爸 快救我 有个头上灰发光的怪兽在追我 小小乔好害怕 爸爸你快点来救我 小小乔 别浪费力气了 等赛罗赶到 我早就抓住你了 乖乖的 让我吸光你的能量吧 小小乔别怕 你快把上次爸爸送给你的变身器拿出来试试 变身器上有光明能量 怪兽肯定不敢靠近你 我和小赛罗马上就来支援你了 哇哦 爸爸的变身器好厉害 臭怪兽 你怎么不嚣张了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等我爸爸来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眼睛 这时 赛罗和小赛罗也终于赶到了 臭怪兽 你真是胆大包天 敢欺负我的小孩 给我去海里喂鲨鱼吧 你们这两个家伙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晚上不要跑出来玩 怪兽最喜欢抓小孩了 要是被他们抓走了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以后千万记住 晚上不要再跑到外面玩了 明白 赛罗叔叔 你快别洗澡了 小赛罗被我爸爸抓走了 还让他去工地干活 你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 没事没事 你老爸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抓小赛罗 这下你老爸可要倒霉了 被小黑直接猛圈了 赛罗这是什么神奇的脑回路 小赛罗被抓了 他却一点不着急 还这么开心 没办法 他只好扛着赛罗叔叔 去救小赛罗 被小黑 你快把我放下来 被人家看见了 多丢人啊 赛罗叔叔 你快去看看吧 小赛罗真的很危险 我爸爸可是个大坏蛋啊 小赛罗 看见这堆砖块了吗 太阳下山之前要给我全部搬碗 忽然就惩罚你三天不准吃饭 你们几个家伙 给我好好看着他 不准让他偷懒 我先去睡一觉 怪兽大哥 你们想不想去游乐园玩啊 想想 那你们去把被老黑揍一顿 我就带你们去游乐园玩 好好 你们这几个坑口搞什么 怎么连自己老大的都打呀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被老大对不起了 小赛罗说要带我们去游乐园玩 但条件是要揍你一顿 为了能去游乐园玩 只能把你揍一顿了 小赛罗你这个坑货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赛罗加油 我要给你一个大拇指 小赛罗好厉害 我要给你送鲜花 小赛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见没有 这是本大爷的猪圈 这些猪都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 一回我要出去办点事 你负责给我的猪都喂饱 要是我回来的时候 看见猪饿得嗷叫 我就把你的屁股揍成猪屁股 贝利亚办完事回来 却发现猪圈里一头猪都没了 小赛罗 我的小猪呢 都给我喂到哪里去了 贝老黑 你的小猪太多了 你一个人也吃不完 我都给它们放走了 不过我还留了一头 但是这一头我也不想给你 我要骑着小猪回家了 贝老黑再见 拜拜 小赛罗 你这个坑货 快把我的小猪还给我 你们不准给小赛罗送鲜花 他是个坏人啊 小伙伴们 端午节快乐 今天记得吃粽子哦 赛罗哥哥 你快别修炼了 小赛罗和怪兽战斗的时候 光明能量都被黑暗扎机吸走了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快想办法救救他啊 小赛罗是为了帮我抢回汉堡车才受伤的 都是我连累了他 赛罗叔叔对不起 这些怪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我不在光之国的时候 他们就跑出来搞破坏 让我发现了 我一定饶不了他们 我现在马上帮小赛罗解除黑暗封印 不好 小赛罗身上的黑暗能量太强大了 我的力量根本解除不了 看来只能去找贝利亚想想办法了 他是怪兽军团的首领 肯定会有办法解除小赛罗的黑暗封印 此时 贝利亚正在河边钓鱼 突然赛罗从天而降 好你个贝老黑 还有闲心在这里钓鱼 你手下的小弟黑暗扎机 把小赛罗打伤了 还吸走了他的黑暗能量 你说要怎么解决 赛罗打兄弟 你快消消火 黑暗扎机那个家伙 老是不听我的指挥 早就被我赶走了 他干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那我可不管 我现在就扛你回去 你要想办法 把小赛罗的黑暗封印解除了 不然我就把你关进奥特监狱 封印你一万年 无奈的贝利亚 只好用自己的黑暗能量 帮小赛罗解除了封印 回到家以后 贝利亚越想越气 可恶的黑暗扎机 在外面放的事 却要我提他擦屁股 害我被塞兔子教训了一顿 真是气死我了 贝利亚决定去找黑暗扎机算账 此时的黑暗扎机 正开着抢来的汉堡车 到处瞎逛 准备抢点粽子 回家过端午节 不然一块大石头飞了过来 直接把它给砸飞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一个臭扎机 竟然在外面到处搞破坏 害得赛罗直接把我教训了一顿 今天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给我便 以后你就以母牛的形态生活吧 这就是对你不守规矩的惩罚 贝老大 不要啊 这母牛也太丑了 能不能变得好看点的动物 贝老大 你把我变成美人鱼吧 要不变成美人猪也行 黑暗扎机太可恶了 吸光了我们的光明能量 还把我们关起来 干了一天活 也不给我们饭吃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妈妈也不知道啊 我们的光明能量都被吸走了 现在根本不是黑暗扎机的对手 赛罗用点力啊 摇摇晃晃的 我都快掉下来了 才一天没吃饭就没力气了嘛 你不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吗 看来只是徒有虚名 我黑暗扎机才是光之国最厉害的 别愣着了 快走啊 我好累啊 真的走不动了 让我休息一下吧 好 那就让你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后继续干活 要是敢逃跑 我就打断你的腿 不好 小赛罗一家 怎么全被黑暗扎机抓住了 他们的光明力量 也全部消失了 小赛罗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陷入危险之中 我要回家找爸爸来救他们 老爸不好了 小赛罗一家 都被黑暗扎机黑化了 还强迫赛罗叔叔在工地干活 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你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黑暗扎机才是怪兽军团的老大 我的命令他根本就不听 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欺负赛罗 看来我只能变身成我最强的铠甲形态 收拾他 再拿出齐天大圣送给我的金箍棒 应该就万物以失 非小黑 外面太危险 已待在家里等我回来 我现在就去收拾黑暗扎机 贝利亚一路风驰电掣 终于赶到了小赛罗一家被关押的地方 黑暗扎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赛罗一样 光之国只有我才可以欺负他 其他人都不行 报告你 欧佑佑 被老黑你这个叛徒 快看看我后面的黑暗军团 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打败我们了吗 真是可笑 那你再看看我是谁 这不是被老黑的儿子结的大孝子吗 怎么变得这么巨大 兄弟们快跑吧 看来 今天是没有胜算了 我们回去召集更多的怪兽 再来打败这家奥特曼 赶跑了黑暗扎机和他的怪兽军团 贝利亚就盘腿坐下 用自己的黑暗能量解除赛罗一家的黑化形态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 终于把赛罗一家都恢复成了光明形态 可是自己却因为消耗了太多的能量而倒下了 没想到 在赛罗一家遇到危险的时候 竟是光之国的大反派贝利亚救了他们 奥特小队快冲啊 怪兽的大本营就在前面 打败他们就能救出我的爸爸妈妈了 上级说道 小赛罗的爸爸被怪兽抓走了 格力乔冒险前去营救 可是怪兽的力量太强大 格力乔也被怪兽抓住了 则塔把这个消息告诉小赛罗 可是小赛罗却很开心 他觉得爸爸妈妈天天管着他 让他很不舒服 现在爸爸妈妈被怪兽抓走了 他就自由了 他连作业也不写了 和贝小黑一起跑到游乐场 玩起了游戏机 玩了一天回到家 发现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只剩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他才知道爸爸妈妈是多么的重要 于是他决定去把爸爸妈妈救出来 他连夜把小伙伴们都召集了过来 临时成立了一支奥特小队 你们听好了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把我爸爸妈妈救出来 让大家知道 我们小奥特曼的能量也是很强大的 就这样 四个小伙伴骑着小猪做骑 踏上了营救爸爸妈妈的里程 你们真是太勇敢了 不要给你们三朵鲜花奖励你们 他们从天黑骑到天亮 终于来到了怪兽的大本营 奥特小队快冲啊 怪兽的大本营就在前面 打败他们就能救出我的爸爸妈妈了 渣记老大不好了 有一群小奥特曼骑着猪冲过来了 我们快跑吧 我最害怕猪了 一个爱货 怎么赶得这么小 一群小奥特曼什么好怕的 太好了 又来撕个刺头罗网袋 你们这些可恶的怪兽 敢抓走我的爸爸妈妈 今天就让你们付出代价 小赛罗你休息一下 轮到我上场了 奥特光线 光线爆炸 到我了 到我了 全部给我躺下 快跑啊 这几个小屁还太厉害了 根本打不过 再不跑就要屁股开花了 就这样 四个小奥特曼用自己强大的能量把怪兽全部打跑了 成功就出了爸爸妈妈 没想到你们四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这么多怪兽都为你们打跑了 我要给你们一个大拇指 小赛罗 你们坚持住 爸爸马上就把眼交出去 哦哟 赛罗 再拿捡了一个鸡翅膀 你以为有翅膀了 就能打败我的怪兽军团了吗 可笑可笑 还敢瞧不起我 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瞧瞧小伙伴给我的光之力量有多强 那小黑你快看 是我爸爸来救我们了 小赛罗 你爸爸好厉害呀 这也太帅了 赛罗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兄弟们 全部给我冲上去 打败赛罗 我就把我的黑暗能量全部给你们 哇 赛罗的光智能量太强大了 我还是赶紧跑吧 还想跑 贝利亚 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留起来了 我要把你关进奥特监狱 封印你一万年 把我关起来也没用 刚才趁你没注意 已经悄悄的把你的丑照发动了 你就把自己的光消失吧 一尊独 一脸独 一花一树 一参丑 心事中 爱片开在你足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小赛罗 你爸爸被怪兽抓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爸爸终于被怪兽抓走了 今天不用写作业了 背小黑 我们等一下就去游乐园玩好不好 好啊好啊 我最喜欢去游乐园了 泽塔直接傻眼了 小赛罗的脑洞太奇特了 爸爸被怪兽抓走了 他还这么开心 于是 他只好去找格力乔想办法 格力乔姐姐不好了 赛罗师傅被怪兽抓走了 你要想办法救他呀 什么可恶的怪兽竟敢抓走我的赛罗哥哥 泽塔 你在家帮我看好小赛罗 我现在就去救赛罗哥哥 格力乔来到怪兽的大本屋 发现赛罗被怪兽们吊了起来 格力乔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这些可恶的怪兽 竟敢抓我的赛罗哥哥 我跟你们拼了 可是怪兽的数量太多了 格力乔一个人根本打不过 也被怪兽吊了起来 格力乔 你怎么一个人就跑来救我 这里的怪兽太多了 你肯定打不过的 是我太心急了 我着急来救你 就没考虑那么多 不知道小赛罗现在怎么样了 怪兽会不会去抓小赛罗啊 另一边 小赛罗和贝小黑正在游乐场 开心地玩着游戏机 小赛罗 快别玩了 你妈妈也被怪兽抓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妈妈终于被怪兽抓走了 她做饭太难吃了 以后再也不用吃她做的饭了 小赛罗 你是魔鬼吧 爸爸妈妈都被怪兽抓走了 你还这么开心 我不管你了 我去找别人想想办法吧 天渐渐的黑了 小赛罗玩了一天 也终于玩你了 小赛罗 我要回家吃饭了 你也快点回家吧 明天见 我的肚子也好饿呀 先回家找点吃的吧 小赛罗回到空荡荡的家 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 也没有找到一点吃的 这一刻 她开始想念爸爸妈妈了 我原以为 没有爸爸妈妈管着我 我会很开心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想去哪玩 就去哪玩 可现在我才知道 爸爸妈妈才是最爱我的 我不能失去他们 我要想办法救出他们 于是 小赛罗拿出手机 挨个给小伙伴们打电话 奥特小队又集结到了一起 四个小奥特曼 准备冲进怪兽大本营 把爸爸妈妈救出来 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我们下期再见 诺亚跟我说 有怪兽假扮成奥特曼 混进了光之国 你们四个是最后进入光之国的 怪兽肯定藏在你们中间 快老实交代 不然等下让我抓到你 你的屁股就要开花了 奥特老王 我可不是怪兽啊 我和贝利亚去吃烧烤了 那家伙太能吃了 一个人就吃了五百份抽豆腐 可把我抽死了 怎么可能是我 我今天就是打怪兽去了 不过运气不太好 只消灭了两百只怪兽 惭愧惭愧 有怪 那更不是我了 我今天吃花肚子了 上了一天的厕所 腿都蹲麻了 我今天一直在家 辅导小菜罗写作业呢 怎么可能会是我 看来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听说怪兽唱 勇气大爆发很难听 你们四个人每人都唱一首 唱得最难听的 肯定是怪兽变的 泽塔你先来 太好了 这首歌我最拿手了 昨天还在幼儿园 给小朋友唱的 心里种下一个 种子 达达达达达达 它能实现 小小愿望 又生去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 都想要得到它 准备花了 五周 一起探索吧 泽塔唱得真不错 现在轮到我了 心里种下一个 种子 达达达达达达 它能实现 小小愿望 又生去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 都想要得到它 准备好了 五周 一起探索吧 不错不错 真不错 终于到我了 心里种下一个 种子 达达达达达 它能实现 小小愿望 又生去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 都想要得到它 准备好了 哦呦 一起探索吧 你们唱的都不行 我才是光之国的歌神 唱我的 黑暗扎达达 你终于露出原形了 唱的这么难听 还敢冒充我们光之国 最帅的赛勃奥特曼 真是胆大包天 今天看你往哪里跑 这下完蛋了 本来想变成 奥特曼来光之国 刺探点情报 没想到奥特曼唱歌 都这么好听 害我一下就 现出原形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猜对了吗 小赛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 小迪迦 我怎么莫名其妙 变成一头猪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小赛罗和小迪迦 怎么都变成动物了 原来 雷德王最近学了 一个新的技能 可以把自己讨厌的人 都变成动物 太好了 那些奥特曼天天欺负我 还叫我玉米棒子 我最讨厌奥特曼了 我要把他们都变成动物 雷德王来到了游乐园 发现小赛罗和小迪迦 正在练习跳舞 小赛罗 快叫我一声爷爷 不然你就要倒霉了 你这个玉米棒子 发什么疯 我才是你爷爷呢 我最讨厌人家 叫我玉米棒子了 我要把你变成猪 小迪迦 你就变成小狗吧 这就是叫我玉米棒子的下场 再见了 我要去找下一个倒霉的奥特曼了 小赛罗 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变成这样 是不是明天就不用去上学了 想什么呢 我们还是回家找爸爸帮忙吧 雷德王来到公园 发现泽塔正在锻炼身体 泽塔你个二货 快叫我一声爷爷 不然你就要倒霉了 玉米棒子 你是不是想挨揍 疲痒了是吧 大胆 竟敢叫我玉米棒子 我要把你变成小鸡 这下看你怎么揍我 你这是学了什么魔法 我怎么变成小鸡了 等一下 不会被人抓去 做成小鸡的蘑菇吧 这时赛罗 带着变成动物的小迪迦 和小赛罗追了过来 好你个玉米棒子 竟敢把我儿子变成猪 看我今天不揍别你 我才不怕你 臭赛罗 我也要把你变成猪 给我变 我再变 我的魔法怎么失灵了 原来这个技能 每天只能使用三次 超过三次就不起作用啊 失去了魔法的雷德王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小奥克曼和泽塔 也会回了原来的样子 赛罗为了惩罚雷德王 就让他去猪圈给猪洗澡 雷德王 为了惩罚你乱用魔法技能 今天这一百头猪都要洗完 不然就不准睡觉 赛罗大哥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只是这猪也太多了嘛 我要洗到什么时候啊